九华山,古称林阳山,九子山,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,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,传说因唐朝礼白,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,诗,西在九江上,遥望九华风,天河挂绿水,秀出九芙蓉,而更名为九华山。 相传为地藏菩萨映画的道场,佛教认为地藏菩萨是大孝和大愿的象征。 自古九华山风景区以地藏信仰为主,僧庙九十九座,常开放者有九十三所,是佛教四大名山中肉身最多,庙宇最多的景区。 地藏王菩萨是中国佛教中广为信仰的菩萨之一,肉身地宫是指地藏王菩萨的肉身之所。 据说,地藏王菩萨早在唐朝时就转世于九华山,执掌肉身地宫。 但是,这个地宫并不是每年都对外开放的,而是有一个特定的周期。 肉身地宫六十年一开,这是九华山地藏王菩萨肉身地宫的一个规律。 也就是说,每隔六十年,肉身地宫才会对外开放,让人们前来朝拜。 这个规律也是源于佛教中的一种传统,认为六十年为一个大循环。 最近一次肉身地宫的开放是在2017年,下一次开放预计是在2077年。 届时,无论是佛教徒还是普通游客,都可以前来九华山肉身地宫中朝拜地藏王菩萨。 九华山是上古学先修道圣地之一。 据福地考在,九华山位列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中,居第三十九位。 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。 据福地考在,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, 今仍在九华山流传住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。 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和传说有关。 东静末至中唐之前,九华山是道家修征的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三十九地。 九华山道教在唐代处于新盛时期。 唐开元年间713至741年,朝廷特允许道教信众在九华山迎建开元官,并召以管年征。 经关冲即是开元官遗址。 天宝年间742至756年,建有先唐宫。 前宁年间894-898,高道赵之威建元华关,富丽堂皇。 建于南唐大顺年间890-891年的宝宁关、崇祯关等,都在宋志平年间1064-1067年得朝廷赐了。 自唐开元年间,新罗僧盘桥觉着西九华之后,九华山被佛教信众重早为地藏菩萨印花道场,佛教日渐兴盛,信众云集,寺庙灵力,香火不绝。 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渐渐退居其次。 在两宋时期,曾兴旺发达的延华关被佛教徒改建魏沙弥安。 真元年间,公元785-804年,修建的甘志道庄也被改建成龙门寺。 明清时期,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、玄一堂、九华正院等遭官, 在太极洞、古仙洞、浮虎洞等古老的延洞处有一些道人聚居。 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,活动范围日益缩小。 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, 且得到帝王的赤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。 在清治邻国时期,道教的影响更位减少, 还出现了僧道杂居的特殊现象。 如据1942年九华山僧道名册统计, 九华道院、太极茅棚、海惠寺、静修茅棚、 西莱安等处共住有道士巴人。 女冠十三人。 解放后,只有几个道士道姑在九华山一带活动。 进入21世纪以后, 九华山区又有少数道人恢复活动, 但主要仅限于渡王、义部等方面。 佛教文化。 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涅槃后1500年, 地藏菩萨降生于新罗王族, 信金鸣侨诀, 于唐开元间, 一说永辉间渡海至此, 献山明水秀, 与此修行。 智德初年构筑禅语, 不蜀年呈大前来。 建宗初, 唐德宗赐明化成寺, 为九华山第一座寺庙。 真元十年, 794, 一说真元十九年, 七月经桥绝缘祭, 佛教信徒认为他是地藏菩萨化身, 称他为经地藏, 遂建塔纪念。 南宋末, 林济宗, 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, 为九华山佛教输入血液。 明代无暇和尚, 百岁元祭, 肉身不坏, 风味应身菩萨, 遂使九华山佛教在明末清初, 置于鼎盛。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, 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, 结社护教, 成立九华山佛学院, 开展佛学研究与交流, 广泛增进同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与合作, 九华山佛教逐步走向世界。 九华山佛教是佛教徒红通世俗, 导化, 融合如道的产物, 九华山就是是如道互动下形成的佛化自然。 作为一种文化化自然, 九华山千百年来承载住民间对地藏精神的信仰, 这种信仰及其活动又繁衍了特定的九华山的文化。 五华山门开始正实地作来祖培立。 在他的仁反方式又参与秋华山上论世界有 reprodu! 和 Joseph与以为他是 очер Merry Christmas soon see you". 一如一千元 Doge cu yaski, аю求さん的牛华山动代表处理。 尤其不要喝了viyno也吃了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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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